這個觀眾YC就問 他說有兩隻股份 心疑的 可不可以趁跌買呢 一隻就是1211比亞迪 一隻就是1772禁風的 他說目標很明確的 我是想短炒而已 想短炒就不是這些位置 簡單一點這樣說 不共鋒百多元樓下的時候 你又不買 歷史上說到禁風才好 你比亞迪三百多元那些 最簡單一點 你嚴格的不是趁跌買 你敢不敢高墜 短線可以跌多少 比亞迪就算跌到三百元 這些水平 那你也是告罪的 只不過是說你不是 歷史高位去追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經常都在說 比亞迪我們經常都在說 行業首算 你升了那麼多 你進入的風險 自然是更加高 你還要短炒 我希望你轉身轉得快 所以如果你要短炒比亞迪 我會覺得三百元一穿 你要先走 你純粹就是現在駁他破頂 跌不下了 一系列富士政策 是業績 可能那時候做好一點 但是你說至於什麼位置買好 短炒 我們都在說不只是給你一個價位 然後給你一個紫舌 我最多給你一個紫舌位 是 買入位一定是越低越好 純粹你又繼續博 因為我不知道目標價計多少 所以你說在這些位置買你輸得起就可以了 17.6元 你買一手 你覺得是沒有大問題 三百元紫舌 是 那你就去賭 但是你說你問我 這些位置一駐買的一定不賣的 就算說二百多元下去 我們都覺得分駐買 問題是你能不能分駐買給亞迪 其實經常都是強烈的 那就是退休其次買其他車股 你要短炒的話 在市況上 市越難玩就越難短炒 是 我只能夠說高過美股一點 是 所以你問我 選擇一些最強勢 升了那麼多上來的時候 你先走去短炒的時候 那就做好風險管理 我幫你跟進一下 你剛才舉了一個很好的 紫舌價位就三百元 好 那如果向下五個%左右 向上目標價又是多少 那真的不知道 就是回答你破頂部位 怎麼顧一 你問股值給亞迪一定是貴的 所以問題就是 短炒從來不是股目標 簡單一點說 我譬如二百五十元的時候說買 我將目標價設在二百八十元 賺到三十元的 到時候現在的結果 就是出到三百一十六 我會不會當時這一刻 我很有信心地看到破頂不是的 如果說我覺得在目前市況來講 你亂定目標價 這個你只會是說 很容易在股票上面輸錢 或者你今次贏到 好像之前那樣訂到二百八十元 但之後你去買幾天是不是一樣 這些市況上 你主要那些股份值得繼續坐下去 比亞迪是一定值得繼續坐下去的股份 但你要走去短炒的時候 我覺得打指設機會比較大 你是不是之後完全沒有機會碰三百元 不是的 所以你可以嘗試近三百元的位置去買短炒 穿三百元就走 上回的時候買 出入出出入入 總有一次贏吧 問題就是跌下去的時候 你也不會無緣地吃掉整個跌落 下回到五十天 試借二百五十元的時候 無緣地捱了五十元 我出出入入 每次只吃都是輸一兩元而已 輸三十次 我都不用下回二百五十元 這個道理就會類似是這樣的 重點不會穿插三十次這麼誇張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比亞迪如果要短炒可以的 那就是三百元變那些位置買 這些位置買純粹硬亂搏的 我覺得無謂 這些就很容易是不抵抗的行為 我們就說這些叫負EV 就是長玩下去多數都輸 至於供風道理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炒電動車的一樣 業績又不會差 但又升到很多上來 低位計80元升上來 差不多五十個百分之了 你再去追 那你就也要駁它不穿一百天 所以相反這些股份 你也要駁它不穿平均移動蝕 但你說一些漂亮的撈底位 應該錯了 但是我不敢保證不會有機會落回去 所以你要短炒的話 不斷出入入出入出入 供風就可能是一百天線 這些位置 就是一百十元左右的水平